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这支视频的主题呢 会跟我以往做的一些主题会比较不一样 那我会share一个在我自己的spiritual past 我的灵修之路上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心灵导师 他的名字就是萨古鲁萨古鲁 那我觉得会点进来看这支视频的朋友 一般来说你一定是已经了解一些关于萨古鲁的一些情况 你看过他的视频或者可能有了解过一项这个组织 简单讲一下我自己是通过什么样一个契机 知道萨古鲁 我记得我最早知道萨古鲁应该是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对spiritual这些领域会比较感兴趣 当时我记得我有那段时间就是在读台湾的作家张德芬的很多书 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喜欢看他的他在YouTube上的一些视频 然后有一天呢我在看张德芬的一个采访的时候呢 就是有点到他和萨古鲁的一个对话 当时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对话就很震撼到我每一个他问的问题 我觉得因为张德芬作为一个心灵导师 在灵修这方面有非常大的成就的一个导师 他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我当时就看到他去采访萨古鲁 当时很被萨古鲁的一些话所震撼到我心里 然后慢慢的我就会去YouTube上再去看很多关于萨古鲁的视频 差不多有一两年 我觉得萨古鲁是对我人生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 然后我真的很感恩 今天呢我其实想要去做的是一个开箱视频 就是我在一向他们的网站上买的一些东西 那其实在此之前呢我想要推荐一下 我之前有看过他的两本书 就这两本我在亚马逊上看 然后这本书 我其实它是一个二合一的书嘛 我差不多读了 我完整的就至少有两遍 我时候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 我会再回去读一些章节 然后看一下我以前的一些笔记 瞬间就会释然了就很神奇 那这本二合一的书呢 我不知道在亚马逊上现在还有没有 我想应该是有的 它一边是一半呢是讲关于relationship 就是关系这个主题 他们每一本书特别搞笑 我在亚马逊上买 它这边都有说只能在印度买这本书 那其实就在美国也能买得到 这本书呢它是讲关于你的情绪的一系列主题的书 如果大家有希望我想要深入探讨这本书 和另外一本inner engineering 就是内在工程 我可以到时候做一期这样的主题 简单讲一下这本书呢 里面我真的是有做很多的笔记 然后有很多这个dark year 就是觉得想要不断的再回去 去revisit一些 就是它很多话我都会划出来 就很精辟 然后也会有一些人物故事 还有一些sagru的一些quote在这边 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另外一本书内在工程 在我其实接触一项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还没有特别特别多的中文的介绍 所以说我读的全是英文的书 那后来有一个契机就是我跟我朋友讲起来 我特别喜欢一项的东西 然后他就有推荐我一项他们有一个中文的wechat微信的公众号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公众号里的内容 那关于内在工程这本书呢 它里面其实有讲到关于sagru的一些成长背景 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sagru这个人 以及internet engineering内在工程到底是什么 那书是一种是一个方面 然后另外的话我也有当时 因为我sign up他网站的一些一个newsletter 所以我当时有一段时间他们是把内在工程那个课是做成完全免费的 所以我当时有上他那个课 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受益肥浅的 对然后这本书呢 他后面也是有非常非常著名的灵修大师 Deepak Chopra 他也是一个印度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spiritual master 我后来也有买过他的一本书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名的 顺便可以讲一下就是Deepak Chopra 我有买过他的You are the universe 这本是他最新的一本书 然后他之前还有另外一本非常有名的 The Seven Spiritual Laws of Success 我还没有看过的本书 但是我有听过Deepak Chopra 他有自己在讲那个seven laws是什么 然后他在YouTube上面呢 有一个seventh day meditation的一个practice 然后YouTube嘛大家都知道都是免费的 你也可以去尝试practice一下 然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是睡前这样听一听 就是觉得心里很安静的那种感觉 然后其他的话 我觉得除了微信公众号以上 也是有一个中文的网站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关于Saguru的介绍 他的一些lecture等等 我觉得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与此同时呢 一上还有一个手机APP 我知道在美国的 如果是在美国的iOS市场下的话 是可以下载 我不太清楚 如果是中国的iTunes账号 可不可以 小伙伴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好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这一次在一上的官网上 买了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想去买 就是因为看到了 WeChat的上面有介绍 苦练数 他的一个这个产品 然后我就觉得我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就想要去买 去到那个网站以后 我发现其实有更多 非常有意思的产品 所以今天我就想来 跟大家做一个 非常简单的分享 所以这个开销呢 也不是说share什么 很fancy的东西 但是我就想 跟大家share一些 我生活中的小爱好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一上他们 他们那些产品 这样 OK 我想介绍的第一个呢 就是我这一次 买的一本新的书 就是这个里面 这本呢 是非常非常薄的一本 它里面是集合了所有 它的名字叫pebbles of wisdom 就是所有萨古鲁 非常精辟的一些语言 都被记录在这个里面了 然后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每天睡前读几句 就会觉得 特别特别有智慧的那种感觉 我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 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买了一个 用neam wood 就是苦练树 它做的一个纪念品吧 一个圆珠笔 然后它这个是用 那个树的那个树枝 去做成的 我觉得而且你 而且它有一股很浓的那种香气 但是是很植物的那种味道 我就特别喜欢 它这边有一个 这个Adi Yogi 就是这一个就是在印度 其实它是一个 半佛像的一个那个Yogi 它是最早的一个Yogi 然后那个其实好像是一个 特别有能量场的地方 大家如果以后去印度 其实我自己如果有机会去的话 也特别想去访问那里 然后这应该是 那个地方的一个纪念品 然后呢 我个人其实是特别喜欢 incense 特别喜欢点香 然后平常在家里 做瑜伽的时候 或者说早上起来点一只香 会让我觉得 是一天很好的一个打开方式 然后这一次呢 我就买了它的 不同香味的香的sample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个人也特别喜欢 它这个包装 非常简单 然后它一个小蝴蝶结 这边都是写 这边是印度产的 Made in India 打开以后呢 这边就是 不同种类的香 我觉得 就这个香 很独特的之处在于 不仅仅它是 产自印度 而且它其实是一上的一个 它曾经在做的 现在可能还在做的一个 project 叫Hands of Grace 然后这个project呢 它是希望能够去 复苏印度的农村地方的人 希望能够帮助当地人呢 摆脱贫穷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 维持生计这样一个项目 然后这里所有香里面的原材料 都来自于自然环境 所以它对环境没有任何伤害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用起来的时候 你能够感觉到这个项目 或者说这个产品背后 做的那个人的那一份用心 以及他们那种真诚和那种 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去买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我想要去支持这些人 我想要去支持这个项目 那这边味道特别特别多 有比如说 就是有佛手干啊 然后还有很多 我不太认识的一些原料 什么檀香木 然后还有Cinnamo就是肉桂 还有香草 这边还有很多其他味道 真的是特别特别好闻 我都没有用 这个昨天我一拿到家里 打开那个箱子以后 我家就是充斥了那些香 这个香的很纯洁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个值得一提 就是这个香 所有的香它都不添加香精的 你打开看 就随便打开那个香 你就可以感觉到 就它真的是 感觉是很手作的一种 一个一个 哦对 它里面还有这个包装 然后每次打开 它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这些 都是用手去贴出来的 你看它这个箱 它这个shape 你可以看出来是人自己做 不是说机器做 我就觉得 是现代社会很难得的一种产品吧 你可以真的去handcraft一个东西 而不是说是机器 大规模生产出来 然后其他我还买了一个牙膏 它里面是有九种herbal extract 就是有九种草料在里面 然后这边上面还有一句 萨古鲁讲的话 就是start your day with wisdom of the Asians 我觉得它的所有包装都非常非常用心 有一种back to earth 让自己回归那种原始自然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也可以感觉到 它所有包装都是对environment 对环境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然后我还买的是tumeric powder 就是我拿来做smoothie用 它这个包装不是很大 可是价格其实还蛮便宜的 就可能三四美金吧 四五美金就忘了 对然后它是那个姜黄粉 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些 就是这个叫e-sham balm 它是一种那种药膏 然后比如说你被蚊虫叮咬啊 哪里痛啊什么 刮伤弄伤都是可以 都可以用 然后打开来 就是蚊就是有一股 很醒脑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很喜欢sandlewood 就是檀香木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它的face cleaner 然后这款face cleaner就是洗脸 它里面不仅仅有sandlewood 它还有alloy就是芦荟 然后还有一些herbal extract 就是也是有一些香草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这个后面呢 它有讲说我们在e-sham life 这个上面每一个消费者 你买的东西都是会contribute到 e-sham foundation 它的rural community里面 会帮助印度当地的人 就是当地那些农村里的人 生活得更好 摆脱贫穷之类的 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复苏农村嘛 其实我也其实还蛮期待 如果我们自己国家 也有很多这样的项目 觉得会非常非常棒 能够帮助这个社会上一些 很弱势的一些群体 让他们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 然后我自己 其实真的很 我是sandlewood 我特别喜欢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款蜡烛 之前在我影片里有提到 它是sandlewood和rose和玫瑰 还有呢就是我买了两个不同的油 一个是neem oil 就是苦练树 这个东西它具有消毒杀菌啊等等 就是这些油都是有很多功效 然后还有就是castard oil 也是你可以涂在你的头发上啊 皮肤上或者说指甲啊 身体就是去起到一个去修复啊 或者说是去保健的一个这样的作用 然后我目前自己在用的是 就是我在amazon上买的这个红枣油 然后它也是我拿来平常刮沙刮脸啊刮身 涂到头发上 然后头发上我现在在用的是一个这个 是在sephora买的 然后我其实蛮推荐 用光了好多瓶 然后我很推荐 这个是体外化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 以上这边买的东西 这个是refreshing honey 就是是那个蜂蜜 有蜂蜜味道一个洗澡的一个沐浴乳 然后还买了一个neem的一个capsule 它这边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其实有治疗青春痘的作用 但其实它也有很多其他保健的功效 所以我其实这些东西很多买来 其实也是给我家人去用的 这些是我这一次在e-sham live 它的网官网上买的一些东西 然后它官网上就是满90美金 就可以全美都免运费 我刚刚所有介绍的这些就差不多达到那个数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我其实还蛮好奇我自己的粉丝 就是对灵修这个主题是不是感兴趣的 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会去做一些中文的影片 因为我其实主要去讲这些灵修的主题 我其实比较多是做英文的影片 所以我想知道大家如果感兴趣 其实我还是会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中文的 大家可以一起探讨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实我去做这些影片 我也希望能够找到更多有一些共同爱好 对一些共同话题感兴趣的人 然后我们去产生一些讨论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请留言给我 拜拜